謝謝您 關於這個問題確實比較引人費思索 這個時機的選擇非常特殊 如果從中美貿易談判的角度來看 川普這個做法甚至有些不太合理 這個本來就是中心問題 本來就是中國非常渴望的一個重大項目 一定要力爭的 那麼美國完全可以把這個作為一個重要的談判籌碼 打個比喻的話說 就好像比這是一個正餐中的一道大菜 結果卻被當前餐給拿出來了 所以這個決定確實比較令人費解 那麼對於川普的這個決定 中方的反應有兩種 一種表示讚賞 還有一種認為這是一個陰謀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把中心這個案件和貿易談判混為一談了 實際上從美國政府的立場來看 中心事件是一個孤立的案件 和中美貿易摸擦並沒有直接關係 另外也不涉及美國要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這個問題 在這一點上川普的立場是一貫的 就是說和美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 那麼在第二輪中美貿易談判之前 川普表態鬆手 這至少向中方表明 川普並沒有消滅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意思 也就是說今後涉及到那個2025製造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其中可以說是一個美國的一個旁證 就是說他並不想消滅中國的高科技企業 只是反對中國政府的不恰當的補貼 那麼同時也可以澄清 中心案件和貿易摩擦無關 謝謝